昨天晚上全球科学界几乎都在彻夜沸腾 因为美国科学家迪亚斯宣布说 他们团队研发的超导体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可以在近环境的压墙下实现室温超导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科普一下 就是物体根据电阻大小划分 可以分为导体半导体和绝缘体 这个电阻越小的 它的导电能力就会越强 比如说最好的是银 其次呢是金铜铝等等 性能跟成本不同 决定了它们的应用场景的差别也会很大 像普通电缆呢 一般里面就是用铜 然后像一些高端精细的设备里面 则会要用到金银等等的贵金属 但是不管是金还是银啊 它只是电阻小而已 但毕竟还是有的 而超导体则是完全没有电阻 所以呢就会具备很多逆天的性能 咱们选一个最重要的应用场景来说好了 人类呢一直希望能够实现可控核聚变 这样呢就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能源 但是呢这个核聚变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达到了上亿度 地球上没有任何的物质能承受到这么高的温度 就只有用非常强的磁场 才能把能量给锁住 但是要产生这种磁场呢 就必须要超导材料 可是在目前的条件下 实现超导材料需要超低温加超高压 可是这两个条件都太耗能量了 甚至连核聚变反应堆产生出来的能量 都不够维持磁场的 所以如果这个超导材料能够实现突破的话 那么核聚变反应堆的能量就可以有所剩余 那这样的话 咱们人类文明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这个事甚至不会亚于目前几轮工业革命的总和 当然了 目前这个迪亚斯宣布的这个室温超导材料 还是有很大争议的 比如呢 虽然他说温度只要在21度就可以了 但仍然需要一万个大气压 有专家就说了 这个事儿可比保持零下200度的低温成本高多了 另外呢 迪亚斯这位老熊之前发的超导论文 还被权威的科学杂志打过假 后来呢 还删了稿 那咱们中科院物理所今天也为此专门发了一篇文章 说可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其实呢 咱们中国在超导这块的研究是属于世界前列的 像之前合飞的人工太阳 就创造了世界记录 但那个事儿呢 毕竟还只能算是量变 如果这回迪亚斯的这个发现是真的 这可是真正的质变了 轻松拿下诺贝尔奖是毫无悬念的 要说起来 咱们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有几万年了 在这几万年的人类文明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平淡无奇的 关键的决定性的变化 其实也就只是那几个标志性的节点 比如说直立行走 比如说新的能源被使用 新的技术被发明 新的材料被发现 深夜重磅啊 证监会痛罚了恒大地产 许老板以及一众的高管 3月10号的晚上恒大地产发公告 说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预先处罚通知书 公司呢 由于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证监会准备给他开出一长串的罚单 公司被罚了接近42个亿 个人层面呢 包括许老板 还有一众的高管 既有经济处罚 也有行政处罚 恒大地产的公告说 证监会查明 公司跟许家印等人涉嫌没法 主要的事实有以下几点 首先恒大地产披露的 2019年2020年的年报业绩造假了 两年合计一共蓄增了 超过5600亿的营收 还有920亿的利润 也就是说这两年的营收跟净利润 有七成都是靠编的 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在这个基础上呢 恒大就利用这个造假的财报 在2020年2021年 发行了无比 一共208亿的债券 这就涉嫌到了欺诈发行了 我们现在在航行软件里面 还能找到这几个债券 当然了 已经停牌了 至于价格呢 反正也没意义了 不光如此啊 恒大圈了钱之后 就开始躺平摆烂了 它就没有按时的披露 2021年 2022年的年报 还有2022年的中报 而且公司对于设施总额 4312亿的重大诉讼 2785亿的到期未能清偿的债务 也只字不提 证监会在通告里面 是用了手段特别恶劣 性质特别严重的表述 这种表述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了 那有介于这一系列的恶劣行为 证监会最终开出的罚单是 对恒大地产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罚款41.75亿 那许家印最主要负责人 给予警告 罚款4700万 终身证券市场进入 恒大集团总裁夏海军 给予警告 罚款1500万 终身证券市场进入 恒大集团执行董事 首席财务官潘大荣 以及恒大地产的副总裁 财务中心总经理潘汉林 分别给予警告 并且罚款900万 10年证券市场进入 恒大地产总经理柯鹏 给予警告罚款300万 恒大物业董事长 甄立涛罚款200万 恒大集团首席财务官 贤程 给予警告罚款20万 这次呢 中国证券会对恒大地产 罚了40多个亿 主要针对的就是 他在境内发行债券的行为 后面的一堆烂事 也都是在内地干的 所以呢 证券会是有执法权的 除了对公司的处罚之外 也罚了相关主要责任人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名单当中 除了董事长就是总经理 要么就是财务负责任 这些可都是案件的关键角色了 而那位首席财务官前程 之所以只罚了他20万 是因为他比较配合调查 那么在这里面呢 许老板在去年中秋之前 就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了 夏海军有消息说 是已经进去一年多了 但也有说法说 他逃去了海外 那其他的那些 反正只要肉身没有出去的 就一定在局子里 当然了 证券会的罚单式开出来了 但具体执行的效果 估计也不要抱太高的期望 毕竟恒大早就是一个烂摊子了 而许老板的那几千万的罚金 考虑到他老婆丁玉梅 连自己亲儿子都告啊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 保住现有的财产 所以这笔钱 大概率恐怕也是个空障 但是啊 即便如此 车子要降价了 新的促消费政策出来了 稍不会在今年的6到12月 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这次的活动 大致包括什么内容呢 我给大家概括了五个要点 第一呢 会强化购车优惠政策的支持 第二会聚焦全链条来促进汽车消费 就是不光只关注新车的销售 还有二手车交易啊 报废更新啊 以旧换新能源车等等 第三呢 会开展百城联动汽车节 和千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器的活动 第四呢 丰富农村新能源车型的供应 比如说企业可以针对农村 推出那些性价比高 实用性强的新能源微型面包车呀 微型卡车等等的车型下乡 第五既然推动新能源车下乡了 那配套的服务肯定也得跟上吧 所以还要完善农村的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服务网络 还有就是推动农村的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实近年来 咱们一直在大力的推动新能源车的下乡 但是看来现在又会要加速了 近期包括出口在内的各项数据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市场一直都在期待 是不是会有新的利好出来 那现在等来的是汽车行业的利好 其实原因也很好理解 咱们国家中产消费有三大字 分别是房子车子和孩子 在房住不炒 生育力下滑的背景之下 那促消费的重贷不就只能落到车子上了吗 毕竟汽车是老百姓仅次于房子的第二大消费 产业链长 市场规模也大 从生产到销售甚至汽油等等 在GDP里占到的比重达到了10%到15% 但是最后我有个问题很好奇 那就是如果接下来车子又降价了 你会买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房价快要见底了吗 这一轮的房价下跌太惨烈了 就连浓妹大眼的北京海淀的顶级教育资源都不好使了 万柳著名战坑学区房风鸟家园 47平米的开肩 2021年900万 本月成交价645万 跌幅24%了 有机构统计过 四个一线城市里面深圳的房价跌幅最大 27% 上海跌幅最小 12.6% 广州是17.9% 北京是13.3% 前些天 一对在郑州打拼的小夫妻 亮亮丽君 之前买了融创的房子 然后房子烂北了 自己还被开发商的人给打了 这些在房价上涨的年代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 真是打破了咱们的认知 挤泡沫可以 但是如果短期房价暴跌的话 对经济的打击会太大了 所以长远之际是 慢慢通过收入的提升 来消化房价收入比 可是房地产螺旋式下跌的趋势 一旦形成的话 它靠自己是停不下来的 只能靠政策 而现在地产的各种政策已经出了不少了 可是地产数据目前还是没有其稳 至于说未来政策的效果怎么样 只能继续观察 其实改善性的需求 刚需肯定都还是有的 问题就是怎么才让这些观望的人相信 房价真的跌到底了 而决策层的态度现在已经很明朗了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谈到未来风险的时候 特别强调的就是 房地产风险如何化解 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房地产肯定也是重要话题 相信只要一直刺激 总会有见效的那一天 当然也有人担心 我们的房地产会不会成为90年代的日本那种情况 其实从杠杆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等方面来看 确实太像了 但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有这个前车之鉴日本 但是当年的日本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 日本政府一直就没有采取过明确的宽松的政策 就是担心万一政策太宽松了 把这个泡沫又重新吹起来了怎么办 所以呢 他们是把结构改革置于刺激之上的 即便是在1996年之后的几轮财政政策放松 也是瞻前顾后 没有能够起到持续性的宽松作用 导致日本通缩了20年 前美联储主席博丹克2003年在日本演讲的时候说过 走出通缩的第一步应该是刺激政策 之后再谈改革 如果过度强调节育缩时 减少开支 加速去杠杆 反而会让经济陷入更长久的通缩 所以呢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 一边刺激 一边转型 可能是最优解 毕竟房地产跟基础设施投资 占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半壁江山 而那些经济的新动能 像新能源啊 半导体等等的行业 目前呢 只占到总体固定资产投资的15%左右 体量还相对较小 所以呢 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期 不能让旧的动能过度的熄火 只有地产稳了 经济慢慢复苏 大家的收入慢慢提升 房价的泡沫慢慢萎缩的同时 经济向科技新能源转型 这可能会是最理想的结果 那么对于那些有买房需求 还在观望的朋友来说 如果是自住刚需 那下跌正好给了上车的机会嘛 后面房价一旦有止跌其稳的信号 就可以出手 但如果说是想投资房子 就得掂量一下了 如果说以前房子是股票 你挣的是股价上涨的钱 那未来的房子可能就类似于债券了 收益就看房租了 延迟退休 这可是影响到很多人的一件大事 然后呢 昨天就可热闹了 首先是网传 70后本来马上就能退休 结果却被拖进了加时赛 90后得干到65岁才能退休 也就是说呢 你64岁了 出去玩 还有给老板请个假 但是呢 这个事没过多久 又被官方给辟谣了 所以到底是咋回事呢 实际上啊 延迟退休这个事 在这次三中全会上也提到了 并且被列入到了正式决定 但是呢 官方具体的方案目前并没有出来 所以呢 辟谣的应该是那个网传的具体方案 而不是延迟退休这个事 那么这次的大会决定里面 是怎么说延迟退休的呢 说的是以自愿弹性为原则 推进渐进式延迟退休 那么好 什么叫做自愿 什么叫做弹性呢 先说自愿 其实呢 一些科研岗位 关键岗位 或者是缺人的岗位 早就可以延迟退休了 到60岁 可以选择退休 也可以申请再多干个几年 甚至呢 早就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 可以自愿提前退休 少拿一些退休工资 就可以在四五十岁提前退掉 但是养老金呢 都是按照法定退休年龄开始发的 那这次呢 感觉就有点相当于是 普及到了所有的岗位了 在去年社会院养老金发展报告里面 测算过 65岁 或许会是延长退休的终点 那么在昨天呢 就有未经官方圈的媒体 发布了一个退休方案 认为呢 这个方案或许会是 从70年开始的 每晚一年出生 延迟两个月 直到65岁 而90后就注定得干到65岁了 那这个方案虽然未经证实 但是也符合渐进式的这个标准 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性 当然了 最终官方发布的延迟退休年龄表 很可能也只会是一个参考标准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加入自愿和弹性 到最后可能每个人 每家公司 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退休年龄 自愿 它指的是劳动者的意愿 而弹性则是加入了雇佣者的意愿 那么参照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就是 雇佣者可以和劳动者协商 共同来确定延迟退休多久 你要不要居家办公之类的问题 那养老金方面呢 最终形成的方案 可能也会和发达国家一样 退休早的就拿得少 退休晚的就拿得多 那这个问题的关键 其实在于 到底法定的退休年龄 会设置在多少岁 是继续维持男的60 女的50呢 还是统一都推迟到65岁呢 这个事决定了 咱们从几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呀 但是说句不好听的 对于工作不太稳定的朋友来说 到了60岁 就算你再自愿 你也很难再找到工作 而对那些 有机会延迟退休的老人来说 可能会让年轻人的晋升通道 变得更加的拥堵 老员工对岗位的挤占情况 会更加的加重 同时在咱们的人生周期中 工作时间和读书时间的比例 可能会变大 那这也意味着 读书会变得更加的有性价比呀 每多上一年的学 以后收入提高的幅度可能会更高哦 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 可能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下读研 或者是进修一些专业的技能 那如果你早早去工作的话 晋升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 收入也可能会比较低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把时间更多的投资在学习上 要知道哪怕你25岁才出去工作 也能再干40年呢 那在以前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 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句谚语 但是现在这句谚语可是变得无比的现实了呀 养老金涨了 还有医保财政补贴也涨了 咱们先说这个养老金哈 城乡居民养老金 今年的涨幅有20% 因此呢 有1.7亿的老人会直接受益 那每个月 每个人能具体多多少钱呢 20元 不要嫌少哦 这已经是历史上涨幅最高的一次了 要知道我们国家养老金大体分两类 城镇职工养老金 跟城乡居民养老金 在城市里工作人员交的是城镇职工养老金 农村人口大部分是城乡居民养老金 这两个的养老金差异特别的大 像城镇职工养老金月平均能超过3000元 而大部分的农民在60岁以后的养老金 也就100多块钱 他只有城镇职工养老金的5% 有朋友说他的农村亲戚 每个月大概能领养老金110块钱 以前的每年也会涨几块钱 今年一下涨了20块钱 看着涨了挺多的 但是呢 不管是现在的130元一个月 还是以前的110元一个月 都养不了老 去年的城镇养老金只上调了3.8% 但每月却能增加114元 照这样下去的话 这两种养老金的差距未来还会增大 所以这次两会上就代表建议了 启动全国范围内农民养老金统一上调 干脆每个人每个月至少给他涨100元 我是觉得这个提议挺合理的 咱们应该逐渐的缩小这两种养老金的差距 至少得让农民养老金的涨幅 逐渐追上城镇职工吧 那除了有部分老人的养老金会提高之外 还有城乡居民基本医劳保险的人均财政补贴 也要提高30块钱 这个事的影响面就更大了 要影响到10亿人 医保也分成两类的 一类是职工医保 这个是由个人跟企业一起交钱 全国有3.6亿人参保 而另一部分呢是城乡医保 个人交三分之一左右 剩下的由财政出 那这回所谓的提高30元指的 就是财政补贴的那部分多出30块钱 从原来的640涨到670 很多人就在吐槽 这个城乡医保报效比例太低了 说有很多地方的门诊都不给报 住院呢也只给报50% 确实是 因为这个职工医保呢 它整个缴费数额比较高 2023年平均年缴费7000多元 所以它报销比例也高 但这个城乡医保呢 个人交的跟财政补贴的加起来 每个人平均只有1000多元 所以呢它的报销比例就低 另外呢随着财政补贴年年增加 个人交费的金额也是逐年在上升 可能是因为交的越来越多了 而报销政策跟人家一笔有点寒酸 所以呢2022年 这个城乡居民医保的参保人数 从10亿下降到9.8亿了 少了2500多万人 但说句实话啊 不交医保确实很有风险 一旦得了大病很可能会因病治平 就算只包销50%的话 那也是能减轻不少压力的 而且如果你自己不交的话 就等于也放弃了国家给你的那部分补贴了 那么从这次新增的20元 30元的这两笔钱来看 中央财政每年为此要多支出 各套程中央贝子都交给你盖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